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現在歡迎你們來到最後的一場會議 在我們開始的時候,我們知道現在翻譯已經開始好用了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善用翻譯資源,謝謝你們 在本場的最後一個會議之前,我要講一些事項 我的名字是Gary Duxley,我是國際法律和宗教中心的副主任 我們有一些事想要宣布,我們想要從最好的開始,我們想表達對你們的感激 感激那些志願者,大概有七十多名志願者 其實是一百名志願者 剛才有人糾正我是一百名志願者 他們是很棒的法學院的學生 我們犧牲了他們的時間,花了很多個星期來為這個會議做準備 特別是有一個十五位學生成員的委員會 他們在從春天的時候就開始準備,我們沒有他們做不了這次會議的 我們想感謝準備的委員會 我們很感謝伊莉莎白克拉克教授,我們很感激她的組織 我們也要特別感激Debora Wright,你們可能已經見過她 通過電郵跟她聯繫過,她為你們準備旅行的事項,謝謝她 我們也感激所有的中心的團隊隊員,我們感激你們,他們的名字太多了 所以我不會主意念出,我十分感謝他們 我想特殊的感激你們可能還沒有見到他們 但是我們有一個委員會叫做國際建議委員會 這是一組非常敬業的公民 他們不光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他們是世界的公民 他們花自己的時間,而且也花自己的金錢 還有他們讓我們中心的其他的一些活動成為可能 他們,我們大學有的時候資金會很緊張 但是這個委員會他們給我們資金,所以我們可以今天都來到這裡 除此之外,他們是我們很棒的朋友和主人 所以,如果有人來自這個委員會的人 再做請你們站起來,好不好? 好,謝謝你們 從很多方面來講,他們其實是主人而我們是客人 因為他們很慷慨 現在,我們繼續之前 我要讓你們知道,在本次會議之後 我們請你們跟平常一樣回到你們的旅店 因為我們想你們準備好今天晚上的晚餐和娛樂活動 它將會在你們所住的酒店的第一樓發生 我們會在那個會議當中 我們會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關於你的行李和你的旅程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不光是因為飢餓才去吃 而且是因為你們要跟其他人一起打家道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錯過了那個很重要的宣布事項 還有最後一個事項是明天早上在七點半之前 你需要從酒店退房 不當是打包好 而且要退出房間在七點半的時候 在七點四十五的時候 公共汽車會在酒店外面等著你們 因為你在明天活動之後你就沒有時間去退房了 所以在七點四十五之後你就完全的退房了 最後你們在你們的座位上可以看到一個問卷調查 它對我們很有幫助 能幫助我們改善我們所做的事情 幫助我們能夠改進 有三項 有三項 這項問卷調查問卷有三項 第二項你可以是由你們自己保留的 讓你們想計劃帶回家什麼事情 從彼此學習到的知識 關於宗教的自由 還有跟大家比較你們的經歷 為了翻譯員的方便 所以我要唸每一個問題 我現在要開始唸第一項的問題 這些事項 第一個左邊的第一項是很好 第二個是好 第三個是還可以 第四個是很差 所以這些是不同的種類 第一個是交通 第二項是旅店 第三項是禮儀 第四項是食物 第五項是星期六的晚餐 下一個是人道主義中心 你們現在還沒有去 所以你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 下一項是翻譯 下一項是會議的各項提供設施 最後一項是會議的內容 我還需要再唸一遍嗎 下一個是五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請評論 以上的任何一項 關於本次會議的任何一項 第二個是 你有你關於對本次會議的各項主題 委員會和各個小組討論的主題有什麼評論 下一個是哪一個活動對你最有意義 第四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你在這次參加會議得到的最好的洞察力是什麼 第五個問題 你計劃採取 根據你聽到的任何議題會採取任何行動嗎 如果有的話是什麼行動 我再次感激你們會填寫這份問卷 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犯了什麼錯誤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可以提出來有建設性的提議 我們在你們離開的時候會收集這些調查問卷 其實你們可以把它留在你的座位上 也可以把它交給一個學生志願者 在這個最後的會議時候 我想叫你們在座的某一些客人 我們不可能叫每一位客人 但是我們只會隨機叫一些客人 讓你們分享一下你們在這裡的經驗 你們可能學習到的知識 或者你們還想跟我們分享任何其他的東西 我想先確認這位客人是不是在這裡 Hully Mendes是不是在這裡 不在這裡 我們會叫阿根廷的一位代表過來坐在這裡 我們也想請來自澳大利亞的 Michael Cunnan 上來上台坐 我們也請伊莉莎白來自塞維爾的一位代表上來坐 我們先從這三位開始 然後等一下我再會邀請更多的客人上來 我們現在從我們第一位叫上來的代表開始 我們很高興聽到你們所做的演講 我學到了很多的知識和主題 他們對我來講是 如果我想讓我知道 學習到什麼知識是以下的 我在拉丁美洲 認到了在拉丁美洲 關於宗教自由的主題 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項 宗教自由有很多的主題 但是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重要的事項跳出來 如果讓我說拉丁美洲宗教自由的事項是哪些 那會有下面一些 第一個是我們有威脅 也就是對宗教自由有可能的威脅 對健康 對教育 還有性教育 或者跟國際法律 關於歧視的威脅 我想有三個方面 有他們會對我們的人民造成威脅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 從最基本開始 要把 如果讓我們 對社會造成做貢獻 讓他們對我們的委員會不會造成 我們在我們的大陸上都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在我們的大陸上都有這樣的問題 我想第一個大全體會議做得很好 對我來說 星期一早上 關於宗教合作和宗教自由的演講 對我來講很意義重大 我可以看到在內吉亞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但我其實剛剛上個星期我才聽到一個恐怖主義襲擊 有人襲警 在星期一下午我加入了加拿大的一個代表團 另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們今天早上宗教自由和衝突的會議 特別是對我來講 特別是對我來講 就是伊斯蘭教對宗教自由的看法 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 我發現他對宗教衝突 宗教恐怖的主題很有趣 他說 然後我們來到星期二的早上 很難找到最有趣的演講 但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演講 是關於宗教之間的宗教合作 關於對基督徒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合作 我想每一個人參與的人都收穫波峰 但是這一次下午的會議讓我們充滿了希望和愛 一些牧師他們所做的演講 讓我感覺很溫暖 讓我覺得得到提升 謝謝你們 提下是我的想法 首先我想恭喜揚白漢大學這次舉辦會議成功 特別是恭喜法學院的教授 當我們聽到這些會議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法學院的議題很複雜 我必須要說我真的很崇拜這次會議的政治性 我很喜歡加拿大的議題 他們的代表提到他們兩個代表從兩個不同的方面談同一個問題 但那個會議結束以後他們兩個還是很友好的彼此談話 然後宗教自由和宗教和政治和外交政治的這個會議 我也學到很多 因為這也是我的工作的方面 我真的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 有很多人來自歐洲 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在全世界的地位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很感激 這次還有宗教之間的合作 我可以很感激看到大家的合作 還有學生臉上的微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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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麼好的意見 我們下一位演講者是福利亞曼德 他是一個醫生 他是在阿根廷天主教的大學的教授 之後我們會去邀請 我們要邀請 多米尼加最高法院的法官來到台上來 然後我們會去邀請 從印尼來的 他是 對於人權研究中心的處長來上台 我們可能需要去 就是我們需要輪流坐在台上 最後呢 我們會請 不是最後是 我們要請Kisha 然後呢 是從桑波南 這是關於宗教自由 就是關於安全 在歐洲的安全合作 以及人權的處長 來到台上來 然後來我們就要請Ebohem 從辛巴威來的 他是一個退休的法官 也是辛巴威高等法院的法官 我們就照這個順序 我要表達我的感謝 感謝 我要非常非常多的感謝 所有組織 這個大會也邀請我們來的人 我們要恭喜你的努力 還有你們的效率 去組織 那就是 那就是 你這樣 你達到了 這樣子的 而且我們的天氣非常合作得很好 所以 所以我認為 我的這樣的經驗就是 我們合作 我們在一起 然後分享 而且這個宗教的價值 那我覺得 我發現到 有很多 很多的這個演講 就是 這個的價值 就是 這個社會的價值 所以 這個宗教自由的價值 並不是 是經由沉默或者是 隱藏 或者就是 從到旁邊的 我們的良知 就是 就是你自己內心的崇拜 而是說是有必要的 那他們需要出來 從這個歷史 你看 你看 宗教是有公共的空間 然後我們都可以擁有 那這個多元化 也是可以得到 我們繼續去表達的 我相信 我們就去感謝 這樣的 這樣的知識 這樣的遠見 這樣的團結 價值 而且去認知 這宗教是好的 那宗教對社會並不是一個危險 而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去提供我們的信仰 把這個信心給神 而不是去阻止 而不是去被 被強 而不是被那個無神論罪強迫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 我看到的 就是 就是這個 耐心 還有去 去了解這個過程 而且去承認 就是 當我們發現了一個情況 然後 需要去懺悔 然後 需要去懺悔 有一個情況的時候 就是 就是 不要去拿走 從別的地方拿走的東西 而是 去重新 去申請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相同的自由 不管是在私底下還是在公眾地方 我們都一樣的自由 在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各位先生 女士 我認為 對我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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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我的主題 就是 宗教以及社會穩定 我認為 它真的 在全世界有發生的 我覺得 有一個重要的 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情況 特別是 這個主題 在我個人來講 它已經強化了 這個 宗教的權利 而且 這個 這個權利是 所有人內有的權利 所有社會的權利 對所有國家的權利 對所有宗教的權利 對所有司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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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引起我注意的就是 對特定的選舉 他們來到這裡的不同 他們去測定 他們不同的個性 他們不同的想法 然後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位置 來看 從這個合作 從這個憲法的角度來看 從立法院 從國會 從宗教的獨裁 或是 的 系統 以及民主政治的來看 其他國家 有政教分離 有些國家是去信仰 那 不同的司法制度是怎麼樣 是著重到其他的 但是 如何 一個所有其他的 這個 主題在不同的國家 是怎麼樣 是合法的 我一直都這樣講 因為我成為一個律師 那律史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能夠立法 把這個組織 合法化 制度化 所以我們發現到 在現在的這個大會 我們發現到 不同的優點 或者強處跟弱處 每個國家 有一些強的跟弱的地方 然後他們的信仰 還有他們的立法的系統 以及 埃及他的可能性去解決 然後我就是有這樣子的幸福度 就是人呢 是絕對 絕對不會去停止 停止其他存在的事情 他能夠找到更加幸福的解釋的話 那就是 是從上天神來的 不管你是什麼教派 這是我相信的 不管你是屬於什麼教派的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不同的教派 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這個大會 讓我發現到的就是 現在的人呢 他的信仰 他們正在尋找 能夠來到一個 的一個 同意 可以找到一個 不同的角度的 一個 協調和和諧的地方 然後 然後 能夠去接受 什麼是 什麼是 絕對的 什麼是 物質方面的 而且 而且 找到非物質的 而且最後的 很重要的 就是 不是只是物質方面的 因為 我們 我們繼續在尋找 在 在問 我們來到 這一天 我們 有一天 我們會到哪裡去了 那我們 終於 我們是 要找尋快樂 而且 和諧 然後找到和諧 我們才能夠 快樂的 活著 所以 這是 這是 我的 我的信仰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我希望開講的話是正確的 她說 她們不需要 去問他們自己 他們是需要什麼代價 才能夠得到宗教自由以及信仰 在剛才的大會 我參加這些關於亞洲的問題 而且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去聽到其他的演講者 他們是從他們的政府來的 很多他們的政府的利益的地方 我是從一個非營利的組織來的 但我有時候覺得很挫折 挫折感也會被批評 所以特別就是關於 這次問題是要問這個 我是要稱讚從柬埔寨及菲律賓亞等 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國家 他們面臨到現在很多的問題 所以非常感謝國際中心邀請我來到這裡 除了我今天學到的 我還去認識很多專家 你們是非常親切的人 我非常期待可以再見到你們 希望可以跟你們一些 各位來賓可以一起合作 非常謝謝 下午好 我想要分享三個 先一個主要的我得到的感想 其中兩個是關於我們今天討論過的事項 第一個我想要講的就是關於這個經驗 這個是一個很榮幸能夠第二次來到這裡 而且這個榮幸可以有這樣的經驗 我覺得是個蠻獨特的經驗 因為它不只是它對於知識專業 都有很多的價值 但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情況 去創造一個環境 讓我們可以去學習 然後繁榮 所以這樣子的品質 我可以說這樣子的靈性 或者我們的心靈 禮貌以及尊重 耐心 傾聽 謙虛 慷慨 還有這個靈性 這些不是只是 就是從所有的代表都來到這裡來 但是每一位來組織 計劃這個大會的所有的人 拿這樣子的一個動態的形式 所以我只是希望說 這樣的機會是 以後還會再被複製 還會再發生 所以我想很清楚的 我們有一個非常複雜 而且有很多爭論的一個過程 我們裡面是不是沒有任何的解禁 但是我們有這個原則 我們有一些的思想 我們需要去整合我們不同的思想 然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需要去問一些問題 那轉到就是這個物質 我特別是要再講 關於我所做的 在OEC所做的工作 就是特別這個的架構 是關於宗教自由 以及更大的社會的穩定 以及那個鄰居 是到這邊 那這個大會 這個大會呢 已經讓我去體會到 這個大會的價值 然後它的潛能 然後去提倡這個安全性 有更大的安全性 有更大的安全性 所以我們 我們不會只是說 這個尊救自由 只是好的東西可以有的 而是一個 這是一個核心的 政策的核心 然後最後呢 這個需求 一個長期的這個需求 因為我們看著未來 我們會做得很好的 我相信 我們是會做得更好的 以後會有新的問題 新的挑戰 這是一直都是會發生的 這是我們社會的一部分 這個就是一個給我們 一個歡迎的 讓我們去刺激我們 對未來的分析 那我們可以繼續 你知道宗教自由 這方面 如果我們去做這樣的工作 有一次性的去工作 做一個長期的工作的話 這個目標是會達成的 所以謝謝大家 讓這個大會成為 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會議 那我非常的感謝 能夠被邀請來到這個大會 謝謝 下午好 我各位兄弟姐妹 你是非常非常有愛心的人 我們聚集到這裡 今天下午聚集到這裡 我想要 不想要去做這個批評 我們在過去這幾天發生的事件 我會很簡短地做這個災藥 那個摩命教徒 非常的溫暖親切的人 這是我們這幾天體驗到的 他們是非常的讓我們非常握心的 也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非常的讓我們感動 你們真是很好的人 非常棒的一個社會 這是一個價值非常高的 對人類是非常高的價值 你們這些年輕的學生 你們做得非常好 來幫助這個某些社會 你們的行為非常好 很有教養 然後你們也不會喧嘩大聲 非常的願意幫助別人 而且你們有閃著光 然後你們永遠都是在微笑 誰說 誰說 Peace Corps 只能夠經由這個政治的活動 才能夠達成的 你們呢 你們這個磨命的社區 你們一直都是在 在內心 達到這個社會的平安 安全 特別是你們的學生 你們的年紀的人 你們都到 連長的人都到外面去服務 這個才就是真正是製造和平的人 你們在岩戶省的這個環境 跟Provo 有猶他州 這個部分的美國 是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所以這邊很乾淨又很漂亮 周圍的環境實在是太棒了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 最重要的 我跟我的太太會永遠記得的就是 你們實在是神派來的 愛心的人 怎麼會有任何人會去破壞你們呢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相信 謝謝 謝謝 謝謝每一位他們 他們剛才上台 他們大概做我們的支持 我們希望你們都有一個非常好的回憶 以及很好的體驗 那我們要做結論 這個待會之前 我們要再聽兩位非常有名的學者 他是全世界著名的學者 第一位是 Civio Verratti 他是從 在意大利的米蘭大學 第一個 另外的就是 你也知道 他是我們另外的 我們年紀最大的朋友 他幫助我們這個中心 很多的方式幫助我們 他也在很多的大學 就是教書過 他在這個國際法律 宗教方面的一個權威 他也是一個 他是個榮譽的校長 他是個榮譽校長 他是個榮譽校長 是個國際 國際 就是宗教法律中心的校長 這是一個 在國際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組織 那 他是 結合所有這個世界有名的學者 而且 他也得到我們的服務獎 我們非常感謝 他常常能夠跟我們合作 我們現在非常開心可以聽到他的演講 在他之後 我們就要聽 W. Cole Durham 教授 他是我們中心的創辦者 他是個榮譽校長 然後 Cole 他現在 他是 也是 剛才我講說 他創辦了這個國際中心的處長 所以 Cole 他是 會長 然後 另外這位來賓 他是榮譽會長 所以 我們在楊白漢 非常的榮幸 能夠認識Cole 因為 我知道 他不好意思 我再 再講更多的細節 因為這是他的遠見 然後他的努力 然後他的 不放棄的精神 讓他 持續的一起努力 他在全世界各地去做這樣的努力 讓我們這個大會 這個中心的大會能夠達到這樣的成果 你要知道說 除了這個大會之外 我們的中心還參與了大概有十到十五個大會 我們在全世界各地還有十到十五個大會 這個都是Cole的努力 以及他所看到的遠見 所以除了這個之外 他是全世界的公民 我不曉得他住在哪一個時差裡面 世界來哪個國家的時間裡面 但是我們可以繼續去聊他 有一次我們影響他在美國的報稅 因為他在國外賺的錢比在美國還要多 但是他的錢 他一直不停地在旅行 他可能一個晚上在一個國家 兩個晚上在一個國家 所以像這樣子的 他這樣子的遠見 他這樣子努力不懈 讓我們有辦法 有這樣子的 能夠把在全世界各地 有這樣子的大會 所以讓我現在把時間交給他們兩位 那我再次感謝你們 你們來到我們這個大會 非常謝謝 謝謝 你要休息嗎 好 OK, go ahead 謝謝 好,來 我要先說我一直都不喜歡做會議的最後一個演講者 因為不是很公平 我喜歡他們讓你提前準備你的演講 不管你做的是什麼演講 然後你聽演講者 但是你卻沒有時間準備你自己的演講 我選擇 所以請原諒如果我的演講不是很有道理 不是很清晰 主要的是如果你能聽得懂我的意大利文 意大利是英語的話你可能也會看得懂我的幻燈片 如果你看到如果提前五分鐘之前提前離開的話 不是因為我不理嗎 而是因為我要去教另外一堂課 我要從這裡開始找到了很好 這個Stella定義公共社會穩定是關於合一和共同體 是關於歡迎其他的人作為一個兄弟或者姐妹 這如果是可能的話 宗教和法律就不可缺 我覺得人權和宗教自由和和平是正相關的 我們這次大會的主題可以被用兩種方法解讀 第一個解讀方法是這樣的 法律、宗教和社會穩定是正價值級當中不可或缺的 宗教提供遠見和道德基礎 法律提供構架 社會安定是最後的法律和宗教結合的結果 還有第二種解讀方法 對我們這次會議主題的第二種不同的解說 就是宗教法律和社會安定是很有爭議的不停改變的 很模糊不清的概念 Yoga是不是 瑜伽是不是宗教呢 比如說 昨天上午 瑜伽是不是宗教 或者宣傳暴力的還是宗教嗎 你們要知道 宗教的變換的概念是宗教對社會有不同的影響 同樣的法律也有相似的概念 在我們的討論當中也經常出現這樣的問題 法律是不是必須的呢 法律如果在我們重新考慮和解的時候 是不是錯誤的工具呢 最後關於社會穩定 昨天早上有一個問題或者一個評論提到 社會穩定是不是必須的呢 社會敢改變是不是這麼糟糕呢 我想提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我想到有的時候 宗教的自由是來自於社會不安定 比如說 你們如果想到 米蘭的教育局長 伊斯坦布爾的 第一個宗教自由的提出來的時候 提出文件 因為 越來越多的 在羅馬帝國的基督徒 有越來越多的基督徒 他威脅到了羅馬帝國的威脅的社會安定 這樣 宗教自由可以來自社會不安定而生 而不是從社會穩定而生 最後一個問題 社會穩定是必須的嗎 社會改變這麼糟嗎 在我的討論當中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 社會改變對社會穩定來講是必須的 誰會反對這些說法呢 但是 依我的看法 這個說法 留下一個沒有回答的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就是 什麼會讓真正有意義的改變有可能呢 不是家庭改變 不是學術改變 不是隨意的改變 而是有意義的改變 關於這個表達方法 關於這個表達方法 我的意思是 是一種努力來改變社會問題和結構 什麼讓這種改變有可能呢 什麼讓這種改變有可能呢 只是 只是在生活圓景的複製的時候 才有可能 只有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的實驗 還有在社會結構 比如說家庭、學校、醫院 在這樣的機構當中 才能產生有意義的改變 如果有這樣的複製存在的話 改變才有可能 社會穩定 才很重要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前蘇聯 前蘇聯很久以來 是一個很穩定的國家 但是當它的政治制度崩潰之後 有很多的混亂 沒有文明社會的實驗 可以來充滿 共產主義之後留下的空隙 所以我的第一個結論就是 也就是很有直覺的結論 就是只有一個在有很多不同意識存在的社會 才是穩定的 因為社會多樣性 包括了不同的意識形態 它也讓社會不斷地再改變 所以多樣性的社會 怎能安定呢 在這裡 我覺得 可以想像社會穩定 不把它想成一種靜止的狀態 而是不斷變動的狀態 今天早上我們聽到了一個關於多樣化管理的演講 讓我們來想 所以我們可以把社會穩定想像成多樣化 чёр鵬 我們可以把社會穩定 所以大陸 fancy 我們會把社會穩定想開 做出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这样的空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 找到对具体人、具体事物的方法 这些人可以在,这些是来自不同的社区社会的人 这些人也可以自己提出这样的方法 最后一个 最后一点是基于上一点的 也就是我们做出决定是根据民主的规则来做出决定 有这样的空间 由机构做出的决定 是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呢? 他们只能基于在那些文明社会的行使人 这些人发明了这些实验 他们可以在国家的高度来实行 这些机构的空间 要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实行 主要的原则就是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而且也要尊重人权 一般来讲在民主的社会当中 你会通过选举来做决定 但是你不是对每件事都要做选举 不是每件事都是通过选举来决定 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一个人体都有这种权利 但在这里我们提到宗教和宗教自由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很容易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宗教 我的意思是不同的宗教 不光是单一的宗教 而是很多的宗教 是多样化社会的中心的成分 组成成分 宗教自由是赐予宗教 在他们的社会当中 扮演他们角色的权利 在罗马语里就是大家都同意的好的事情 我认为这一点的好处就是 我们不需要宣称宗教和宗教自由 是很特殊的 是很独一无二的 让他们给他们在社会结构当中 奠定很好的基础 也许他们很独一无二 但我不是要着重这一点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需要做这样的说法 因为宗教和宗教自由需要被尊重 就是因为我们让他们在社会上产生多样性 如果没有宗教自由的话 也就没有社会东样性 宗教自由的权利和其他的权利都很重要 宗教自由不能脱离于更大的社会而存在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其实很简单 宗教可以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只要他们接受社会多样化 通过宗教自由的认知 我觉得这次会议的讨论 可以让这一点更加的清楚 谢谢 我觉得这是没有别的的话 当你去听这个大会的演讲 你会感受到有这样的喜悦 可以跟这些非常棒的学者合作 那我这是 我要更加的感谢 感谢我的学生所有支持者 特别就是你们从很远的地方旅行到这里 因为我了解坐飞机坐很久 飞机的痛苦 所以我也可以感受到 因为我应该同情我 因为我比你们大部分都好像高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大会 如果没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 互相彼此的协调是没办法发生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大会 就是因为能够整理出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有共同的地方 有共同的远见 我其中一个 我之前的一个经验 我们当时是在罗马尼亚 我们当时才开了一个大会 当时在190年代中期 那罗马尼亚他们当时想要进去欧盟 然后他们有这个权利 可以去做任何他们需要 做的事情可以进到欧盟 那我们当时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这个社区在一起 像大会一样 那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整天都在开会 然后他们很累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可能就可以跟他们谈个15分钟 那我不确定 我不晓得为什么 当时我是当时的领导者 然后才开始去跟他们谈 那你们从国外里可以想象到 他们的眼睛开始就要盖下来 然后他们开始说 美国这个是无关紧要的 然后呢 在那一刻 斯洛比尔他就讲话了 他讲一个非常好的英文 他当天不是讲法文 他是讲英文 应该是英文才听得懂 然后他说 不是 这个并不是只是美国 美国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都同意的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我们就是从不同的历史背景跟文化来的 那我们总 我们都是还是有一些共同的 这个基础的地方 我们能够知道到什么时候 我们需要去站起来 或自己出身 所以我这边有特别的感谢 感谢我在很多国家合作过的地方的人 我非常地高兴 他们今天有会来到这个大会 像Sylvia Trunton 还有David Lillow Rosalyn Hack 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 没有全部都提到你们 我要你们知道说 我非常地感谢你们每一位 那我们在星期一早上的演讲 那个文化出门 他说在这个地方 就是人们他们对于宗教自由是很热情的 他们把这个部分放到他们家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热情呢 因为我们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需要宗教自由 而且我们在很多的国家 是没有这个宗教自由 那我们从纽约 后来杨白汉选择到犹他州 因为他想说 没有人愿意到犹他州来 然后他失败了 因为两年之后 他们就找到了那个金 然后现在犹他州是 这是一个全美的 很自由的一个州 所以我们希望 我记得有一年 我们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宪法的一个支付 然后他谈到 他的感觉 好像回到家了的感觉 那我希望 你会有这样子 有感受到你回到家的感觉 那你了解说 我们是有不同的 我们都有不差异的地方 我们有一次有一个人 他就把那个咖啡带走 然后就把这个咖啡 跟他的朋友分享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 独特的地方 我们是我们经历 在我们的食物方面 我们以为我们终于 有解决的方式 我们给所有的人素食 然后这是我们又加进去的奶制品 所以这个没有用 但是这些事情是我们 我们就是继续的学习 然后我们去学习 到去爱每一个人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提到的 就是我的印象深刻的 就是我们很多 非常了不起的演讲 那特别就是 你可以回家之后 你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真诚 就是说 我们有机会 可以去支持你的工作 但是这是在局限 就是我们会尽力去帮助你们 而且我们了解这个宗教自由 是以不同的方式去了解 不同的人 不同的方式来了解 有时候我们的差异会差很多 我自己的意见就是 我们就尽力去找到一个 我们共同的理解 去理解这个复杂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是非常的复杂 那这些是 它不只是只是一个声音而已 我有一个朋友 在某个事务部门 他要我去学一些字的音 我说这个是你的工作 但我是法律系的教授 所以我都会做笔记 去发出一个音 的字眼 所以我非常的深信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人们有不同的方式的去思考 那那个Lilow教授 他在我们的第一场会议的时候 他批评的 就是他的三个 在美国的三个方面 他对我来讲 我觉得他做的 是蛮严厉的批评的 那我们是继续的在努力 因为我们有两位在这里 有另外一个会议 因为我们真的深信说 我们来到这里 可以去来学习 然后去了解其他的思想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David他所讲的 如果你看接近一点的话 他们其实的问题是没有差很远 如果你有经过媒体 因为媒体的这个攻击 有人说今天讲的谈的 就是是蛮困难的 就是开始去找到 到底有哪些事情 是有可能去 我们一起解决的 那我现在要花几分钟的时间 谈到在背景发生的事情 你们可能也知道 你们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你们很多人 可能有收到疫苗 是从我们以前的学生 他是从一个组织 就是解放BYU 也要解放奖牌安大学 就是要成为一个学生 你要成为一个学生 在这边的话 你要签名就是荣耀的签名 就是你愿意遵守这些规则 就是他需要承诺他们自己 要照着教会的教导来生活 所以你要知道这样子的政策的背景是 我们只能够服务大概百分之五的 我们叫的人口 这百分之五的人口 那现在是很困难 可以进来杨百汉大学 跟金字长春藤学生差不多一样困难 因为是蛮困难 能够进来杨百汉大学念书 有一些家庭呢 他自己来这边念书 就是他们一辈子都付十分之一的十一奉献 然后他们还需要去存那个钱 能够来这边念书 那所以这种感觉就是 人们他们有这个荣幸 能够来到这边念书 但他这些来到这边念书的学生 他需要是照着他的宗教的教育来生活的 因为他有十一奉献 然后这些我们有十一奉献的这个委员会 里面会员的人也有我们的这个第一会 会长团以及我们的十二使徒 都是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其中一个他们要求的事情就是 他们来到这边念书的学生 他需要去遵守教会的标准 我们有大概有百分之五的学生 他并不是教友 他们并不需要遵守教会的教育 但是他们签的这个信条是不大一样的 但是任何来到这个学校之前 他们必须要去签这样子的信条 就是说他们会去遵守教会的规则的标准 然后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出手后有什么后果 那除此之外他们通常还有一个面谈 那Servo希望你在这个没有什么过度反应 他在这边还有其他的面谈的时间 我会讲的这是蛮严肃的事情 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个法律系的学生 他就自己去组织一个 成立一个组织 然后他就是要批评这个政策 那我要讲的就是让每个人来这个学校 他们不只是要去签名说他们要遵守 他们同意这个的标准 那而且他会跟他的主教或者说 他其他的教会的这个牧师 就是要去签这个名字 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 所以但是刚刚过去这几天呢 我要告诉你说 我跟这个学生见过面 他现在也是人救所学生 我听到这个遥远其他人讲的遥远说 他跟我讲到说 他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我没有不够去说服他 因为他还是在努力 他还是在努力要让这个学校觉得丢脸 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件 我相信的关于宗教自由 就是这个宗教 这个教会的主持的本身 以及教会主持有自己的自治的一个权利 可以去管理自己的教会 你们可能会不同意这一点 这个地方有些人是不同意的 但是我实在谈到这个 因为这个是现在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去处理 正确处理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公开的态度 或者打开心胸的态度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保护 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的自治性 以及它的组织的这个宗教自由 我要说的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去了解这个重要性 能够有不同的组织的重要性 那这个组织呢是多元化的一个种子 如果没有这些的组织的话 就有很多的多元化的因素就不存在了 那Silver刚刚讲到说 我们需要多元化的制度 是因为我们就是应该在事实面来讲 我们有不同的种类的制度 有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这样子的多元化的制度 只要你能够多元化是一样的 是他们要的方式的多元化 但是其中一个我已经学习了 从这40年的教书的经验 就是你需要有一些地方是独特的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其他的州立的大学士 其他的学生也可以进来 可以去念其他的州立的大学 所以他们可以去选择 有时候有些学生来到这里 他们去经过一些宗教的转变 可能他们被打扰可能会蛮痛苦的 我希望我是想要能够对这样的改变 就是对比较敏感 但是他们也要去尊重我们组织的本性 因为一个组织 一个制度 如果你对于这个组织的独特性 不够敏感的话 他就不是一个组织了 我不想要再讲太多了 我想我不用讲那么多了 我觉得我对于宗教的自治能力 我非常地自立这一点 我觉得朋友他在这个学校 他的看法是跟我不一样 然后他 我常常说我们 我们是我们感情亲切 但是我们是在不同的方向 但是我们是感情很好的 这是健康的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能够去倾听 我不想叫我的学生 他们可以去做 他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自己去赚钱 我自己就是以以为荣 我能够基于在早期的时候 这个法院的要求 然后去扩大法学生 然后去扩大他们的视线 我可以去帮助他们 那其中一个我有个机会 在80牛年代的时候 就是去关于这个经济的成长 你不晓得说 在第三个世界 比较后的世界 他们的这个经济成长是很重要的 那我从这里学到 很非常重要的 就是很类似的 我们这次在大会中学到的 如果你好好去倾听别人的话 你就会听到这些事情是 如果你真正的去倾听 有时候他们就是只是在随便听听 但是你要是好好的去倾听 那你会去学到社会这个制度 或者的安排的是 是更好的这种制度 是比你没有好 倾听还要更好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做的 这个是一个高层次的倾听 因为我们在倾听 非常复杂的这些的领导者 他们在全世界各地 去针对法律宗教的研究 我知道我们都不是完美的 我知道我们都需要 去找这更好的方式 然后可以和谐的共处 但这是就是要能够 很小心的倾听 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 有更加的复杂的思考 我们会找到更好的方式 更好的解决的方法 我想对我来讲 其中一个回忆 非常好的就是 其中一个演讲者所讲的话 就是一个问题 是我们的叙利亚同事 他问这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然后他的问题是蛮长的 后来把他剪短他的问题 他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的原则 就是有一些国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 我们有非常强烈的 从那个某个法官来的非常坚强的这个回答 他说这是取决于 去找到 但你的国家是有价值多少 我从哪里有学到 他的家是 他的家的被子弹都打过 那他是其中一个 他的生命是在前线上面 那他是非常遵守 相信坚信这些原则 所以就是关于像这样子的 我们这样的互交互的交换思想 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知道需要什么代价 那我们在倾听这个人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政权的 他们的力量在哪里 我们可以超越这一点 然后我想当我看到这样子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都是非常的谦虚 会因为这些人 他们知道到底是要怎么样 才能够尽所有的力量 去维持这些原则 但是而且幸运的 在很大部分的国家 我们不需要去牺牲我们的生命 我要说我有足够的经验 足够的情况 我已经学习到 有一些人 他们是真的是牺牲他们的生命 在他们的职业上面 我有非常好舒服的生活 那我有我的同事 我的其他的教授 他们都支持我 但是我知道里面其中 你们在场有一些人 你们冒很多的很大的险 在你们的职业上面 但是无论如何 你们都去承诺要去在这方面 在这原则上面做努力 所以我想 我觉得需要花一些时间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要做刚才一些调查 因为我们想要 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写下来 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从不同的方式 可以得到一些指示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已经过去20年 有很少人回去之后 没有去帮到的国家做什么事情 我们也希望 这个对你们来讲 也是一样的事情会发生 但我听着 我听到Selvo 而且我听 我根本没有去想 我根本没有去准备什么要演讲 我试着就是要去倾听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其中一个我觉得 我会记得的就是 就是稳定的 它必须要是一个打开的 这其中一个迷思 就是 真正的稳定的 必须要去打开 去倾听别人 去尊重别人 然后当他们感受到 他们有被尊重安全的时候 他们才会有这样子的能量 才能够为社会 而造成非常正面的贡献 那Selvio她说 真正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做 有意义的改变 我了解它说 如果你没有多样的贡献 没有多元化的话 这是不会发生的 就是多元化的生活的远见 就是这个答案 所以我想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什么会让改变可能 那或者是说 你要去倾听 这个基本的权力 我们有很多很多 很多基本的权力 我们有更加很丰富的权力 在这个比以前的世界都还要更多 那这些的权力 我们知道我们就记得宗教制 也是最老的国际的权力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蛮动摇的 就是说 你可以自由地离开一个国家 你不会被迫害 不会被杀害 所以它的诞生 就是我们了解到 我们有更多的历史的经验 那我也深信 这个社会 我们社会没有宗教的自由 不是只是宗教自由 在一个比较深入的感受 如果没有公平的话 我们就没有持续的稳定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 有机会好好地 很深刻地去思考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贡献 所以我们常常美国在讲的 就是我们第一个自由 是什么 我非常感谢 花很多我的生活的时间 可以去致力于这些的原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声明 这是其中一个事情 就是非常值得 值得我去做很多的努力 所以我要做这样的结论 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所以非常谢谢你所做的 而且谢谢你们以后会做的事情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 那其实你们现在就是在外面去做这个 建博巴士 然后到饭店 我们希望我们等一下就会在饭店 见到你们 然后一起吃晚餐 好 再见 谢谢请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